哈喽大家好我是萌小溪 那从我上一次拍视频到现在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最近呢在复习生物准备接下来的等级考 所以一直没有怎么拍视频 那我决定今天来拍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买的一些东西 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是这里的摆着的五个那个普勒式的Moduliner 其实本来的Moduliner是比较大号的 然后这个是它前一阵出的一个款 其实出已经挺久了就是我最近才买 其实我本来买过一个这个蓝色的了 然后呢前两天刚拆了用 感觉挺好的就马上在淘宝上找了那个一家校业余文质控的 然后买了全套 那今天就准备在这里给大家拆了做一个试色 那我先把它们都拆了 然后马上来和你们一起分享一下 好了那大家看到我已经拆完了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次Moduliner 它这个一些那个怎么说就是说它的一些配置吧 总共呢每一个都是六毫米宽 长度是四米 应该可以用挺久的了 那这一系列呢总共是五个颜色 分别是蓝色绿色黄色粉色和橙色 那接下来我准备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些颜色的试色情况 那我用在这个本子上 这个也是最近新买的灯画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是Note4的文库大小的全能本 那我还没有怎么用过这个本子 那就先来做一个这个试色吧 那首先用蓝色吧 我觉得蓝色是我最近用的很多的一款 非常的鲜亮吧 我拿下给你们看一下 是一种淡的天蓝色 那然后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 绿色看起来比蓝色更浅一点 颜色也非常的好看 可能光线不是特别好 那这是绿色 接下来就用黄色 我觉得这个黄色应该会非常的亮丽 没有想到黄色也非常的淡 它这个都是挺淡色系的我感觉 就涂在书上可能也不是非常的刺眼 因为有的荧光笔嘛 它涂出来会感觉是一个很刺眼的颜色 接下来是粉色 看起来似乎粉色要稍微深一些 也是非常嫩的一个颜色 滑在笔记上应该很好看 最后一个是橙色 那毛之类呢这个日常的使用呢 基本上是在笔记上 因为大家知道笔记上呢 如果用完以后 用黑色的笔写完以后呢 你再用荧光笔画 可能很容易就会画糊 所以呢一般性就会选择用这个 那我给大家写一下这些颜色 那就是这五个颜色 那今天分享的第一part内容就先这样啦 今天分享的第二part呢是关于这个 这个也是我新购入的 是LoveDocky家的 然后这个是一本TN 他们家的TN款 然后这个是一个素材包在他们家买的 没有背胶但是非常好看的 那先从本子说起吧 本子呢它是一个礼盒装 有三个颜色就是粉色蓝色和黄色 其实我买的是蓝色但是它发来的是粉色 那但是看着也特别的好看 就决定就将就 也不是将就吧 特别的喜欢 那它本子呢 其实是一个礼盒装 里面应该有三本内心 包括一个收纳袋 两个收纳袋 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些 还有这个小流苏 还有应该是有一张还是两张贴纸 礼盒不在身边就具体没有拿过来 那买这本子呢是准备拿来当学习日志的 因为最近可能大家看过以前视频 都知道我要那个升等级考了 就快等级考之后拿这个来做我最后的学习冲刺的日志 那在升等级考以后呢 会把它当做接下来合格考的一些冲刺用的一些日志 那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日常的使用情况 给你们卖个安利 真的非常的好看 然后呢 旁边是有一个收纳的 收纳笔的笔夹 然后它是有弹性的 所以可能比较宽的笔应该也可以没有问题 那就打开看一下吧 这个是它的那个收纳的侧带 那我这里放的是卓大王的小贴纸 这一本类型呢就是他们家自带的 很简洁 然后被我拿来做这个生物最近的那个一些规划 这本已经用完了 给大家看到从头到尾写的贴的都是满满当当的 然后怎么说这个本我一礼拜就用完了 那它总共有四根绑带 就可以放四个本子或者有那个配套 那用完以后我就买LOTE4的这个TN款 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些复习要写 这本还没有写过 就拿来当替星 那接下来是它自带的 这个是收纳带 我一个应该叫收纳夹比较贴切吧 都是粉粉的非常的好看 然后收纳带这边是侧带可以插三个 这边是插一个的 然后这一边呢就是一个大一些的 我本来是把这个放进去的 后来太古就拿出来了 那最后就是放进去 就非常的多功能 大概这边本子就是这样了 那接下来呢 就来看一下那个素材包 素材包呢总有128枚 有流传纸的 有就普通的卡纸一样的 没有被焦 需要自己配合上那个 这个点点焦的使用 非常的好看 就给你们四个来看一下 给你们看几个吧 因为全拿出来似乎不是特别的方便 就像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我觉得因为字母都特别的好看 贴在本子上就可能比较适合拼贴封吧 那这些都是 那边你们随便再看一下 就这么一大包满满当当的 好像是28元吧 色系主要是蓝色黄色和粉色 应该是为了配合他们这次的春季的那个 款嘛 一些本子 然后配套的 所以就用了这三个色系 那这个就是最近LovDock家收入的 非常棒的一个本本 那接下来就看下一趴吧 那下一个呢在贴纸袋子里面 我已经拆开过了 这里面呢是一些贴纸 给你们分享一下 当当当当当 哎呀卡住了 是一包这个贴纸 是尼文树家的烫金 叫画框里 看之前那些博主安理 然后种草的 然后是店家送的一张卡 还有一个是收货的清单 还有就是卓大王的秘密贴纸 买了四份 有一份已经加在LovDocky的本子里了 所以这里就有三份 那给大家看一下吧 卓大王我觉得在坑里的小伙伴们都是知道的 这次出的秘密贴纸呢 非常的可爱 简直就是为TN党 Wix党 那个量身定制 它最后还送了三张 这三张是送的 总共是六张加三张是九张 我用了很多了 然后在写生物学习日志的时候 那 这个就是这样 那么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 尼文树家的这个贴纸包吧 叫画框里 这个真的是种草了非常的久的 总共是八个图案 烫金了 那看一下 这个是微博上的 看到这块偷闯用的就草了 主要搭配的方法可以是和那个 半生人像啊 风景的那种搭配 那给你们随便看这个 我就觉得它这个非常的好搭 那我拿出来吧 拿了 就 因为它真的 就这一套呢 因为当初有一些原因 就没有买全 就没有买 然后呢 也是看到后来 很多库主的种草视频 才草了这一款的 那应该是这些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对那主要就是这些 这八个款 各有各的特色吧 像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 这个很适合那种人像的头像 这个最大就是这个 我认为这个好贵齐啊 就这个 再来一下拿了两张 特别的贵齐 那这个就是这包贴纸吧 那接下来看一下另外一家店里的便签和本子 首先是Note4这个本子 我认为最近很火做的非常的棒 是文库的全能本 所谓全能本就是你们的方格很线 空白它都有很多功能 那很小巧能够平一摊而且 我还买了两本奇艷的方格 之前呢Docky你们给大家看过 那关于这个本子写下来怎么样呢 那我也不知道 就准备给大家现场试一下 不用的是五位良品的小毛笔 不知会不会翻车 那我就写完了写三个片 喜欢你也是对你们说的 看一下片面的情况 我觉得很好啊 没有什么问题 好看华丽 可以当顶背景用 非常的简单的介绍 大概就是这样了 那今天就是这样了 没有什么给我好介绍 一定要我给你们介绍几本教室 好无聊的 我摩卷了 没了 那就这样了 这一期就是再见了 对啊